各位上過我的課的同學 可能就已經很習慣了 而且聲音太小 稍微調一下 沒上過我的課的同學可能只有一位 所以我們就不重複講 那各位的這門課呢 原則上課本我會自己寫 但是如果你買一本紀錄統計的課本來搭配 那我覺得會是學的更好的方式 那紀錄統計的課本如果要買的話 你買哪一本比較好呢 我給各位一個建議 就是我上次上紀錄統計的時候 我覺得這一本還蠻不錯的 那所以我給各位一個參考的書籍 參考的書籍 OK 紀錄統計 好這一本喔 我覺得這一本 我用起來覺得還蠻不錯的 所以我把它貼到色盒上面去給大家參考 那這本不算教科書 這本算參考書 所以沒有說一定要買 那我會用自己的寫的書來上 但是我寫的可能這學期 一邊上一邊寫 可能那個完整度上面 不會像這本書那麼的豐富那麼的完整 所以如果你覺得說 我真的對紀錄統計 我想多知道 那這一本 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你可以買來當 一邊上課一邊念 那另外一個是 我上次前幾天去圖書館的時候 我發現圖書館有兩本 所以如果你可以借長期的話 他應該也可以 不過我算不能借長期喔 所以如果你想看一看 你可以去圖書館借 他應該有兩本 好 那這是我們的關於課本部分 那再來課程規定 我再重複說明一下 這門課是數學課 所以呢 我們我們的評分方式還是以考試為主 OK 那考試的部分 我們會用 嗯 期中考 加期末考 各百分之三十 那平時成績 百分之四十 OK 那所以你 你考試呢 一定要 一定要來 那如果 真的 很嚴重的事情 沒有辦法來 那請你要請假 好 是先跟我報備 好 那考試中是什麼時候呢 我們期中考都有期中考周嘛 通常是第十周 期末考通常是最後一周 但是呢 我現在的考試 我都不是照這個方式來考 好 我現在的考試 從上學期開始我養成一個習慣就是 其中考第十周的前一周 我們考試 其中考當周 就是第十周 我們來檢討考卷 而且讓各位來改考卷 OK 同樣的 期末考最後一周的前一周 我們來考試 最後一周 我們來改考卷 檢討考卷 那你也會知道你的成績 OK 那改考卷和檢討考卷的時候 你不用擔心說 我們可能會給其他同學來改 譬如說 你的考卷可能另外一個同學改 但是呢 你也不用擔心他分數打低了 那當然我相信應該 如果他分數打高了 你也不太應該會擔心才對 那所以 如果你覺得分數被打低了 你可以來跟我說 那我們再來看怎麼加回去 OK 所以那個改考卷的那一周 請你最好要來 沒有來就是放棄 你可以修改分數的權利 OK 那這大概是我們的做法 好 那這是關於課程規定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 可能有一個還要提醒各位的是 各位一定要加這個社團 因為我們的平時成績 基本上就是看著這個社團打的 好 那我們的作業原則上 也都會交到這個社團上 如果今天呢 你寫作業的時候是用手寫 好 那你這樣交到社團上怎麼交呢 原則上你就把它拍下來 上傳 把你的作業拍下來上傳 那有些人說 欸這樣子我的作業拍下來上傳 會不會被別人看到 我覺得我寫得很爛 好 那沒有關係 我們待會就會把社團設成祕密 好 所以呢 原則上只有社團裡面的人 才有辦法看到你的作業 好 那作業呢 我們希望各位都一定要自己行 不要去直接把別人拿上來貼 那當然這個是要靠各位自己的良心 那 呃 在社團裡面喔 以往可能很多同學都會覺得 呃 我在社團裡面就是電作業嘛 就是 就是看老師發什麼信息啦 然後 呃 老師的隨堂露營啊 之類的 或教材 我用在這個社團來取的這些東西而已 但是呢 呃 其實我是希望說各位能夠 直接在社團裡面聊天啊 啊 你盡量在社團裡面聊天 呃 特別是有關於我們課程的部分 啊 譬如說你作業不會嫌 你就上去問嘛 直接上社團去問 啊 看看誰會嫌 他可以提供一點資訊 啊 甚至他直接把答案貼給你 也無所謂 但是你不要嫌 你跟他一樣 啊 你可以參考 ok 好 所以啊 這個社團請各位 盡量使用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 啊 上課的一些 受課規定 有沒有 其他的疑問 不清楚的地方 好 那沒有的話呢 呃 我們就直接 開始來上課 但是上課之前 我習慣就是 第一週 還有其中考 改完考驗之後的那週 我可能會講一些 呃 比較跟課程不關的事情 好 那今天因為是第一週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華山派的武學 那 嗯 華山派的武學 既然來了我們華山派呢 然後我們就 稍微要介紹一下 我們華山派到底做什麼事的 那所以我就寫了一篇 走影片一下 關於華山派的一些往事的 那我們來看看 好 好 那 呃 為什麼叫華山派呢 各位看了就知道 那各位 欸 在場多少人看過《笑傲江湖》啊 請 有看過《笑傲江湖》的 讓我知道一下 好嗎 這麼少喔 天啊 你們到底是不是華人啊 好 好 什麼方向啊 好 那這個 呃 金庸的《笑傲江湖》 我覺得應該 已經 超越《紅樓夢》 是華人必讀的 一本經典小說 那所以如果你沒讀過的話呢 我印象中 福祖館裡 我們上次還有去查 好 那而且沒有人借喔 下課就可以去把它借回家看一看 笑傲江湖 那如果你沒看過 你一個人就聽不懂我今天在說什麼 不過沒關係啦 先有個背景知識也好 等到你去看的時候 就會知道 到底我在說什麼 好 那 華山派呢 其實 照理講是武林幾大派十一嘛 那而且呢 在某一個時期 其實他忍丁很興旺 所以他的家母地位呢 其實一直在整整人大 那 他有分兩個 不同的修煉方式 對不對 第一種叫做氣中 第二種叫做建中 那 氣中 就是 練氣 對 各位知道練氣要怎麼練 怎麼練 威派氣功 威派氣功嗎 哈哈 那 對啊 這是蠻不錯的 七龍珠的 好 好 那 那 練氣呢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練 我曾經練過太極拳 練了兩天我就練不下去了 就 決定退選 其實不是退選 因為 那個也不算選客 我在中原院當助理的時候 啊 中原院有人教太極拳 那我就想說 好吧 那大家都去學 我去學選看 對 一直叫我們站 站的姿勢很快 啊 然後呢 欸 站了好久 覺得很無聊 就回來了 所以太極拳沒學到 那 基本上 太極拳在練的 其實應該就是氣了 那 除 除了蹲馬步以外 太極拳應該也不可以練氣 那 劍宗呢 基本上就 做法 就比較直接喔 不像太極拳這樣子 一開始叫你 蹲馬步啊 或是 那 劍宗又很簡單 每個人一進來呢 我們就發給你把劍 那 你們就開始去 去學劍招 然後開始互相比劃 那這個是劍宗的 做法 那 華山派的這兩個 兩個 兩個 練功的方式 就會導引出兩個次級團體嘛 就像我們的 立法院有很多次級團體一樣 那這個次級團體呢 啊 之間當然就會有一些 啊 譬如說我看你不爽啊 你看我不順眼啊 之間的這種問題 那 所以他們原本其實是和平相處的 那偶爾呢 契宗的弟子和劍宗的弟子互相之間 或者是契宗的師父和劍宗的師父之間呢 原本 互相切磋的時候 也就是點到為止 那都是為了 那個武術 更進一步而已 可是呢 自從一個事件之後 那這個 這個 華山派 就改變了 這個事件叫做五年五百億 那各位都有電腦 你可以稍微查一下 五年五百億的背景 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這個五年五百億之後呢 就一切都變了 那契宗和劍宗之間呢 為了這個五百億呢 發生了什麼事 爭權奪力 互相計較 大家都想要掌門人的位置 那當然各位知道 最後誰勝利了 其中勝利了 對不對 那誰當個掌門人 那在岳不群 岳不群其實還算是小老弟對不對 不過他後來當個掌門人 真正 高貝奮的 是 風太師叔 那風太師叔呢 就看不下去 所以呢 他就只好離開華山派 然後你知道 江湖人是 離開自己的派別 那就是去遊山玩水 但是呢 應該來的 終究還是會來 在華山派 還在華山派的那些 師父和弟子 就打了起來 那契宗的弟子 透過他們身後的內功 到底講契宗應該是內功比較身後的 那劍宗應該是劍招比較強的 你知道嗎 劍招是哪個劍 但是呢 他們的劍招沒有發生效用 就是 就是 不管是哪個劍 他不管是哪個劍 他的劍招就是沒有發生效用 那 那 契宗的弟子 或師父 就透過某一種 不為人知的方法呢 就取得了主導地位 那這時候呢 華山派的建宗高雄 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 死的死 逃的逃 離開的 就離開了 那 於是呢 華山派 又恢復了和平 只是 從此 建宗就沒有傳人了 洪太師叔又離開了 所以 建宗就視為了 華山派裡面 契宗不大 契宗成為政團 每一個華山地址呢 進來之後呢 就必須要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事情 就是要先學扎馬步 扎馬步 做什麼事呢 扎馬步當然就是訓練腿翼 還有練氣 各位知道 男人的腿 可是所有內功的基礎 那 如果你腿力不行的話呢 那很多事都是不能做的 所以 從此呢 剛入門的弟子 他們一進入華山派 就 必須要做 以下的這些事 那這些事呢 就是各位正在做的事了 但是 這些弟子想要碰劍呢 基本上 是不行的 你要先練氣 因為氣中才是正統 所以你要先練上個三五年的馬步 等到你內功夠深了 氣也夠長了 這時候 你才可以 開始拿起你的劍 來學習劍招 所以呢 令狐聰 還有 他的小師妹呢 他們 從小 就青梅竹馬 對 好 那 令狐聰 基本上好像是 岳不群的羊子吧 是嗎 我印象中好像是 岳不群的羊子 對 所以他等於是 小師妹的 乾哥哥 或者是 什麼 義兄 好 話說 這兩個人呢 他們 練到了十七八歲 都在念內功 所以呢 到了十七八歲的時候呢 他們才開始 偷偷的練劍 那到底練什麼劍呢 當然就是練雙劍合璧 因為一男一女 可以練這種 那就這樣呢 雖然師父沒有教 幼肚群沒有教他們劍招 其實 就一直教他們練器 那他們 其實也只能私底下偷偷的學 但是很多人呢 因為受不了 無聊 無聊的馬步 所以 他們私底下呢 有人偷偷的練劍 但是呢 有些人 就整天 打game啦 還有一些人呢 就開始 不學無術 然後 然後私底下 搞了一個小圈圈 整天只想說 怎麼樣子才能得到好處 於是呢 華山派就墮落了 那這也很正常啦 在一個很無聊的環境 整天打game的話呢 人是會墮落的 表面上呢 華山派 他們還是 人盯興旺 人才濟濟 但是 實際上呢 因為大家都墮落了 能夠出去跟人家過招較量的呢 也已經沒有多少 很可惜的是呢 豐太師叔 這個劍宗的高手 也不知道跑到哪裡去 那 我們的 主角 另服衝呢 整天 都還跟小師妹在一起 打琴罵俏 快樂逍遙 然後 我的課呢 就開始了 所以 睡覺的同學 就 請不要再睡了吧 那 剛剛聽故事的同學們呢 請你 回去 研究一下 我剛剛講的這個預言 到底 是在講誰啊 是在講什麼呢 那 這裡 有個提示 因為 我之前有寫過一篇文章 那 稍微打開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這篇文章 我們就不看了 那聽完這個武俠片之後呢 就請各位回神到我們的教室裡面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 我的課程有哪些 那 還有這些課程呢 到底學些什麼 那 首先要跟各位說明的是 我是 爬山派 哪一宗的弟子呢 我是 氣宗的 所以 我接受的是 氣宗的訓練 也就是要從 蹲馬步開始的 大學的時候呢 我念的是 我念的是交通大學的資訊科學系 那 基本上呢 各位如果還記得 各位的師兄 方志儀的話 你應該知道 他現在在交通大學的資訊工程研究所 所以呢 我可以說是他的學長 為什麼呢 因為資訊科學系現在已經不見了 又再度併回資訊工程系 那為什麼當初會 從本來只有計算機工程系 分開變成有計算機工程系 變判資訊科學系 然後呢 那後來卻又變成計算機工程 人家搞不清楚 覺得這個好像 好像很沒水準 所以後來就改成資訊工程系 改了資訊工程系之後呢 排名就大盡 就把資訊科學系的排名給壓下去了 那 各位往往 在台灣現在大家都在搞這種事情 把什麼農業系啊 食物系啊 改成叫生理科技系 然後呢 排名就突然之間前進一百名 這種事情所在都有 好 但是呢 這個 門派裡面的老師有沒有變呢 基本上沒什麼改變 那 所以 你會看到其實 各位 如果考不上生物科技系 千萬不要覺得很灰心 你去練植物系 他裡面的 比生物科技系還要正好 所以 選 選擇科技 是一門 非常重要的姿勢 OK 那我念 教大 剛剛那個沒講完 教大資訊科學系 後來 計算機工程系 變成資訊工程系之後呢 各位知道為什麼會變兩個科系啊 雖然我不太知道內情 但是跟我們剛剛講的故事 大概也是差不多 差不多的 可以比照 契裝和建宗 從此就分開了 那 所以後來又變回去呢 這代表他們又談妥了 所以又變回去了 那 那 碩博士的時候呢 我就跑到台大資工去拜師 那很不幸的是 我資質不是很好 那內工呢 沒有學得很好 建術呢 也不太會 所以 戳頭浪費了二十幾年 更可惜的是呢 我一直沒有機會 碰到我們的封太師書 所以呢 也沒有找到高人的指點 所以我只能自己私底下 慢慢的摸索 還好 我有找到 我的小師妹 可惜呢 她完全不會武功 所以 她沒有辦法陪我練雙劍合璧 這真是很可惜的 不過呢 也有好事喔 小師妹呢 她也沒有碰到林平芝 所以呢 她沒有跟林平芝結婚 所以就跟我結婚了 那 從此我們就過著平凡幸福的生活 那 這也是好事喔 因為這代表呢 小師妹 小師妹 從此 過得比較幸福 因為林平芝後來 看到批斜劍法之後 就自公了嘛 對啊 那 連她的老爸 也一起自公了 對 因為她老爸又從 從林平芝的那邊 把 欸到底是 她老爸拿到批斜劍法 還是林平芝拿到批斜劍法 然後 兩個都拿到 兩個都拿到 一人拿一半嗎 一人拿一半嗎 沒有 她怎麼丟掉 她被發現 看完把她丟掉 然後被林平芝撿到 看完了 然後再把她丟掉 然後被林平芝又撿回來 然後所以林平芝也開始練 OK 了解 那事實上呢 我給各位 稍微岔開一下話題 我正在寫葵花寶典 那 當然下一步呢 可能就是批斜劍 好 所以呢 好 我 還好還好的是 我有得到我仙師的秉立相祝福 但是這個仙師絕對不是岳父群就是好 所以呢 我順利畢了業 好 那 畢了業之後呢 所以我現在才能站在這裡給各位上課 但是 很可惜的是 我的內功不深 我的建術也沒學得很好 但是 各位既然都已經坐在這裡 入了我的門下 各位就是我的弟子 那就是我們華山派的 算是第幾代弟子 我也搞不清楚 好 那 我 應該還是要 盡量想辦法 盡可能的 讓各位學會 我所會的東西 雖然 這些招數 可能沒有像風太師書 所 所運用的 那麼好 那 我也希望各位呢 能夠 盡量認真地學習 但是 雖然我是 氣中靜止 一開始是學氣中招數 氣中的內功的 但是呢 練武練到後來呢 我越來越喜歡 建宗的方式 所以 這樣呢 或許 也能夠算是 某一種的器件合一啊 所以呢 各位上我的課的時候呢 特別是像這種數學課 那你除了聽到 理論之外 數學就是理論 對不對 你除了聽到理論之外呢 我還會教各位建招 那當然這個 使劍非比劍 那 我會教各位建招 也就是 食物 那我的食物都是 怎麼做咧 現在 你前面這一台喔 動來動去 有畫面的東西呢 還有 你桌子底下 很不幸的是我們今天桌子底下 沒東西 因為我們這個教室 設備太豪華 居然整間都是 曖昧的喔 所以呢桌子底下 就沒有東西了 那 如果是另外幾間教室 桌子底下 就會有東西 那個方方的東西 上面的這個螢幕 下面的這個方方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武器 那 那 因為現在呢 當然也不是 也不是 明朝啊 或者是仲朝喔 那 我們是高科技時代 所以 打打沙沙的那一套呢 已經不需要用到 真刀和真槍喔 我們只要用一種東西 就可以了 就可以 自敵 魚雞仙喔 可以殺人 魚無形 那這種東西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 就在各位的腦袋裡面 透過你的腦力 再加上你的武器 武器是什麼啊 就是你前面這一台 這就是你的武器 你就可以 不費一丁一阻 就能征服全世界 那 我覺得在這裡喔 各位應該要有這樣的 氣如心 雖然我已經很少看到我們的同學 能夠積極的表現出這種氣如心呢 但是 各位可能 要想到一點 就在離我們 這一個島 這個島不是台灣 OK 在金門 就在離我們這個島 大概五公里的 旁邊喔 還有一所 廈門大群 他們簡稱 夏大 那 我們簡稱金大 我覺得 比較好聽一點 簡稱夏大的 你就說你是夏大的 就有點難聽了 好 好 那 在 對岸 的學校 尤其是他們有分所謂的本科生 跟 非本科生 那本科生的同學呢 通通通都 非常的 有自信 他們完全相信自己 接下來可以征服全世界 但是呢 他們的 他們的 非本科生呢 就非常的沒有自信 這是一個截然兩極的世界 可是 在我們這邊呢 很不幸的是 我們的本科生 跟非本科生 現在都過度的沒有自信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出去都只領22K 所以 你知道嗎 沒有一些 沒有一些 可以花的東西在手上 那沒有 無法 就是生活沒有辦法 無後顧之憂的話 你的自信就很難期了啦 那 這裡 所以 其實兩邊是有差異的 但是事實上呢 各位過的生活比他們好 各位的錢也不比他們少 只是環境不同而已 導致這樣的狀況 其實 目前我們看到的是 有點擔心 但是 我相信各位是會有自己的路 和自己的未來 可以走得出來 那 我們要怎麼樣子 才能不被一兵一卒 就可以征服全世界呢 只要透過一個稱為網路的東西 把你的程式給放上去 讓他們替你工作就可以 那因為打下課鐘呢 所以 所以各位如果需要休息的 就請自便 那自行下課 但是呢 我要講完這份頭影片 才要下課 那所以呢 各位 各位 你自行決定 要去上廁所 或者幹嘛的 都可以自行 安靜的 從旁邊離開 好 所以你只要 把它放上網路 把你的程式放上網路 就可以了 那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 你前面的這一台武器 它的操作方式 桌子上面有很多突起的 一格一格的 這個東西 那個叫做鍵盤 鍵盤旁邊呢 有一條線 還好 真的有一條線 我們沒有用無線 好 那這個有條線的呢 就叫做滑鼠 滑鼠 你可以按它 鍵盤 你可以點它 可以打它 R2 會有字 然後 真正厲害的東西 就開始 只要各位會打字 我看在下面的同學 字都打得很快 手在那個鍵盤上面 我都看不清楚 手指到底在哪個地方 所以各位的這部分 應該都非常的強大 沒有問題 好 只要你會打字 你就可以寫程式 只要你會寫程式 你就可以算鈔票 不管是 你去外面幫人家打工 或者是 你開個公司 請人來幫你打工 最後 你們都要把程式寫出來 然後呢 找到一個 別人可能不知道的方法 讓你的程式 替你賺錢 只要你能這樣做呢 你就會擁有一個 全世界最厲害的武器 這個武器 這個武器就是 錢 錢 還是錢 很多 很多的錢 他可以讓你幹嘛呢 你就不用愁吃 也不用為了 穿衣服 穿不暖而發愁 而且呢 你也不用工作 就可以活得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程式在幫你賺錢 而且你還可以 遊山玩水 環遊世界 重要的是 你愛怎麼打game 就怎麼打game 你愛打多久 就打多久 沒有人會管你 但是 要告訴各位的是 一個悲慘的消息 我沒有辦法 直接給各位錢 因為呢 我自己 也沒有很多錢 很好呢 有一個人 就是 戈爾羅傑 他曾經說過 下面這句話 給了我們很大的希望 想要我的財寶嗎 想要的話 就送給你們吧 這個是在他送上斷頭台 之前的最後一句話 對不對 自己去找吧 我把全世界的口仗 都埋藏在那裡 於是 很多人 就爭相錢話 尋寶去了 去探索偉大的航道 然後 大海賊時代 就真的開始了 但是呢 這裡還有一些問題 你想要賺到錢 想要找到那些保障 恐怕沒有那麼容易 想要得到那些保障之前 你得要先 做一件事 什麼事呢 那就是 你要先通過 魯夫這一關 你一定要很小心 因為 他的那個 神奇的橡膠 Jet槍 是非常非常厲害的武器 還有 還有 你要小心的是 騙人物 他的彈工 現在 你已經擁有了全世界最厲害的武器 也已經知道 也已經知道敵人在哪裡了 所以 我們就可以開始上路了 不只各位上路 我也上路 但是呢 如果 如果你功夫沒有練好的話呢 我要告訴各位 你一出去 就會 得屁 所以 在上路之前呢 我們一定要先練好 練好你的武功 所以 我站在這裡就是各位的師父了 那我在這裡 有必要 要來教你們幾招 但是呢 學不學得會呢 就要看各位的決心 還有各位的耐力 畢竟呢 學功夫 這一件事情 不是三天兩天 那各位 在我的門下已經學了幾年了 一年 一年 欸 各位是二年級嗎 那真的只有一年了 我還以為各位在我門下已經兩年了 那各位 在我門下只有一年 那 那好像還不是很久 那還有同學是新來的 所以 今天是第一天 所以學功夫這件事情 當然就不是三天兩天的事情 要能夠學好呢 首先要看你的天資 那怎麼樣知道你的天資好不好呢 我其實也講不清楚 我就用前前的一個地址 的經驗來跟各位分享 康志宜同學 他的天資 就蠻不錯的 當年 當年是多久以前啊 我想一想可能已經七八年前 七八年前我就認識康志宜同學 那時候他還沒來我們的經大 而且那時候我們的經大也還比較經大 那時候叫做經濟 經門技術學院 經濟院 對經濟院 他 他因為呢一場意外 以第一名的成績 怎麼樣了呢 被軍校給退學了 各位一定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第一名怎麼會被退學 這一點請你自己去問他 然後他回到了小金門 但是回到小金門被退學了 他們幹嘛呢 就沒事啊 但是有一天呢 他碰到同村的 王家輝同學 阿輝兄呢 當時就有個困擾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阿輝兄當時在我的門下 在我的門下 他要做專題 而且指導老師就是我 但是問題是呢 他們同一組的人呢 沒有一個 會使用我們的武器 來寫程式的 正當阿輝兄他在大仇的時候呢 突然就碰到被退學的王志穎 那各位知道金門有個特性對不對 同姓的常常都住在一起 因為他是一個 同姓的 村莊 像古剛都姓董 幾乎 那 胡夏呢 胡夏都姓什麼 胡夏不是成 胡夏呢 胡夏呢 胡夏是成 羊 胡夏都姓羊比較多 所以像那個虎虎國小 我記得我有一次去國小裡面看 他們的那個 座位表 哇 從一號到十一號 都是姓羊 一般只有十二個人 所以 這個是金門的一大特色 那所以同姓都聚在一起 那所以 當方家輝碰到方思宜的時候呢 他突然就新生一季 那各位呢 很快你也要做專題了 所以 稍微可以參考一下這個經驗 於是他就對自己說呢 反正沒事吧 而且 我們家有網咖 我給你一台電腦用呢 你來幫我寫程式 就這樣 幫自己就開始 自己學習寫程式 那時候 還沒有C sharp 所以他用一種稱為VP的東西 應該已經有C sharp了 只是他不知道 寫了一套呢 漫畫店管理系 拿來呢 當作是 阿輝他們的專題作業 不過 方思宜可不是我們戲上的學生啊 對不對 那時候我一看就知道 這個絕對不可能是 阿輝他們的作品 但是阿輝他們也很老實喔 因為 他事前就有跟我報備 說我們要尋求外部資源 他說要找校外人士 來跟他們一起合作 我說好沒問題 但是呢 你必須要把你做專題 你做什麼部分 他做什麼部分 你的貢獻在哪裡 他的貢獻在哪裡 給我講清楚 所以我就讓阿輝呢 帶著 方思宜來找我 那時候他高中二年級 然後呢 我就這樣認識方思宜了 接著 方思宜去了金門高職念書 碰巧呢 他的成績沒有 考得很好 學測啊 然後於是呢 銅測 高職是銅測 然後又回到了我們 經濟越來 那 回到經濟越來呢 常來又進了 我們那時候其實 我忘記是不是已經叫職工系 還是還是叫職管系 那 就進了我的門下呢 成了各位的師兄 那從他當槍手這件事情 我就看出來 他還沒有天分 通通都不用教 就可以寫出一個漫畫店管理系統 而且還運作良好 那 各位可以自己試試看 你要寫一個漫畫店管理系統 你可以自己寫寫看 我相信沒有那麼容易 他可以自己 這樣子弄一弄 就弄出一個漫畫店管理系統 我知道他是有天分的 所以果然後來他上課都很認真 認真到什麼程度呢 有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 開學第一堂課 那門課叫什麼呢 說真的我忘記那門課叫什麼 好 那門課開學第一堂課呢 那門課只有一個人 應該說兩個人 我就是我跟方志穎 來了 其他人都沒來 所以 只好一對一教學 那 然後呢 雖然是一對一 但是 我還是沒有偷懶 先跟他聊聊天 然後呢 就開始上課 因為當一天和善 要敲一天鐘 當一天老師呢 就要上一天課 但是那一堂課 我回去呢 就在Facebook上面公告了一件事 這堂課 我絕對會 從嚴打成績 然後下個禮拜 十個就到了九個 好 那 我有看到呢 他每天都一直在進步 有時候呢 我會跟他分享一些 程式的東西 那 他很好的一個地方 是 過不了一兩天 他就會回來找我 找我幹嘛呢 他會說 老師我跟你講 我做出了一個這個 然後呢 我就看他到底做出了什麼 那每次他講都講得很開心 我也聽得很開心 我跟他講 我也很開心 他也聽得很開心 所以就這樣子 我覺得其實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這樣的學習呢 才是真正最好的學習 如果你 從來沒有跟我互動 那你總是自己學 不管你是在底下很努力的學 還是怎麼樣 或者是 你通通都在打game 但是 那種學習方式 我覺得都不是很好的學習方式 真正的學習 是要互動 而不是 我在上面講 然後很多人呢 在下面 要嘛就上網 要嘛就打game 要嘛就睡著 這不是好的學習方式 然後是要的其實 沒有很多 最重要的呢 就是 要有互動 否則 我在台上講 那很多人在下面睡 這樣子的話呢 我教的不會很開心 那相信你也不會上的很開心 所以 所以 在這邊提醒大家一點 要多多的提問 不管是在課堂上直接問 你隨時 課堂上 我講到哪一句話 都沒有關係 你可以直接 提問 舉手 或者是直接發問 中斷我 也OK 那 我會盡可能的回答各位的問題 還有 有把刀 他曾經說過一句話 或者是 他曾經 出過一本書 書名是這個 上課 不要烤香腸 其實呢 我不太 擔心各位 上課 去烤香腸 如果你要烤香腸 其實也不錯 但是 不要在教室裡面烤 會引起火災 上課你想烤香腸的話呢 就找個 可以烤香腸的地方 然後 盡情的去烤你的香腸 等你烤完 吃飽了喝煮了 回來 覺得很有精神的 來上課 這樣子是很好的事情 我呢 只有一個規定 這個規定呢 各位可能 也都知道 上過我一年的課 你覺得這個規定是什麼 準時交作業 其實答錯了 還有沒有 人有別的答案 上課不要玩電腦 上課不要玩電腦 非常非常接近的 但是我其實 沒有管制上課一定不能玩電腦 因為我上課都用電腦上 各位 各位 上課的時候 也都要做電腦操作 所以我們不可能把各位的網路關起來 但是 其實我是希望各位可以用電腦去查你需要 上課需要補助的資訊 OK 但是呢 最好是不要做跟上課無關的東西 不過 即使是做跟上課無關的東西 都還不是我最痛恨的 我最痛恨的只有一件事 但是我往往也不會去 直接去很嚴厲的 處罰各位 但是我一定會告訴你 不要做那件事 對不對 應該有不少同學曾經被我點過 好 是什麼事呢 上課 請你 千萬千萬不要在課堂上 還電動 這是我的禁忌 不要碰到這個禁忌 OK嗎 好 那我今天的這份 要跟各位分享的江湖秘訣 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 因為剛剛沒有下課休息 我上課不見得都會準時下課休息 所以現在呢 補下課五分鐘 所以休息一下 那五分鐘後大概 直鐘到八左右吧 將近十分鐘 好到八左右 我們再回來 好先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